大家好,歡迎收看《要財財經台》五間總結的環節 身邊的嘉賓仍然是來自市務總監郭Sir在旁邊的郭Sir早安 早安 立即跟進到內地股市上昼的情況 53大指數全線上升,升幅在0.86%至1.16% 上證指數升17點,半日收回2,010點 湖深300指數上升25點,收報2,218點 深淨城指數升78點,收報7,843點 郭Sir,今天有7月份的官方PMI數字 去到50.3 這個數字好像不錯,因為之前分析說過 很可能會跌穿50成衰分解線 另外有些細數有點看 例如上月的生產指數52.4,按月上升0.4 新訂單指數有得升,密性0.2,去到50.6% 但反映製造業外某方面的情況 一些新出口訂單和進口指數在50以下 怎樣分析PMI數字呢? 是否不是太差呢? 可能情況不是差得那麼緊要 不過如果你說理想,當然不能說 整體經濟仍然處於下限之中 大家看到,第一季的增長是7.7% 第二季增長是7.5% 況且直到現在這一分鐘,都沒有什麼政策出來 而最重要的是,中央表示了 容許經濟去到7到7.5% 沒有所近期表示了,是不會跌低於7% 即是給一個維穩的信息比市場 但你要回復一個周期性的增長 可能現在這一分鐘還未到 我不覺得對A股來說 會有太大的刺激效應 雖然今早曾經有少少抽升 只是技術上的 整顧而已 由1849點開始的反彈或回升 上證指數暫時的阻力在2093點 即是這一刻 這應該是7月11日的高位 一天未能夠攻破2093點 任何的升升跌跌都是波幅市 不過問題 這個波幅是有上半月和下半月之分 都不知很明顯 1970點流上是上半月 1970點流下是下半月 剛好1849點升上2093點 升了244點 244點一分開二 這裏是122點 這裏亦是122點 技術上來說 現在在上半月反覆 一天未突破2093點 就算你稍為向上推升 不用那麼開心 反過來 你未正式跌穿1970點 亦不需要太擔心 當然 早兩天見過1965點 是日中的低位 在收市那一刻 暫時沒有跌穿 1970點 暫時來說是一個雙低 比較敏感的 就是1946點 這是7月9日的低位 其實上一天不跌穿 1946點問題不大 總之是1946到2093點 這八多點 就走上走下 但是一旦指數 真的有一天不知哪天 跌穿1946點 即是在下半月 下半月的頂 在那一刻來說 就變成1946 下半月的底 自必然是1849點 情況當然不好 這叫浴市底的格局 不過直到現在這分鐘 A股我覺得應該會走在 上半月那裏持續整固 直到有些 政策或者其他因素出到來 令到A股 慢慢可以擺脫了 反覆代變的格局 不過 在低體上面 今年的高位2444 去到5月29日的高位2344點 這裏形成一條中期的下降軌 將會壓住A股的走勢 簡單來說 就算上升指數 攻破2093點 進一步向上走 我某程度上來說 都會受制在這條下降軌的力壓 順帶一提 1849點 如果是左腳 這邊有左腳 暫時這個是 頸線位 拿下來 可能在這裏 在這裏 還是這裏 我不知道 但無論如何 這裏可能會出現一隻右腳 形成一個高低腳式的箱底 在這個箱底形成之後 再進一步向上推升 這下走勢就漂亮了 整個W形態 直到現在這分鐘 暫時來說都未成形 有些人會說 這隻是右 左腳 1946點是右腳 這個可能性是很微的 因為通常來說 一隻腳的話 是有高低腳之分 但 所謂高低腳 不會差太遠 不是說差到 好像現在 離航離辣的差太遠 如果真的這樣的話 這條肯定是上升軌 但以現在成交金額 不相似 很多時候看指數手勢 都要看成交金額 成交金額代表資金入市的態度 如果一個市 一級一級向上推升 而成交金額 繞合雙手 沒有事要做 你想想 升勢有沒有可能 受到確認 一定不行 即是 如果市真的 踏入一個週期性的上升 一定有資金去追捧 但是 如果資金一路都不追 市不斷升的話 這些升勢 不要順序 可能都是 受到衍生工具 或者其他因素去主導 一旦完成了部署 就跌回頭 正如A股現在整個形態 在低成交之下 就算你抽升 都是屬於 有波幅而沒有升幅 有反彈而沒有大升的格局 對A股的看法 我就比較忠誠 不過說真句 便宜就真的很便宜 因為 金融海嘯之後 上證指數最低見過 1664點 你和今年的低位1849點 差多少 10% 人家美股都升了一倍 是不是 為甚麼 A股還差10% 當然有自己本身的原因 包括 太多太多垃圾股份 在市場上上市 令到 投資者 損手難腳 最終大家對股市沒有信心 第二點就是 很流行送紅股 如果是年年鬆 不斷送 整個市場的股票流量多得不得了 手花鬆了 手花鬆了 你又沒有那麼多資金去消化的話 股價 自必然就肯定會受押 不過無論怎樣 股價是低的 這點我承認 但你沒有足夠的耐性去持有 現在賣完回來 可能 在反覆過程當中 最終 是敵不過自己的心魔 即是 每一次的上升 未必會走 但每一次的下跌 基於的心頭 都沒有太多信心 最終來說 可能都是 略為 虧視一點點 地場 所以 一定要做一個心理準備 你現在買A股的 有一個 準備就是 作為一個中線的部署 如果不是的話 今天買明天跌20點 你不知是走好 還是不走好 做法就比較辛苦 謝謝郭Sir 先轉看债港股方面的情況 今天恆振指數 在勁眼時段 升142點 開始之後 升幅 輕微擴大 都高見 就是恆振指數 今天高位 見過22,152點 這一刻 升幅輕微收窄 升117點 報21,999點 關Sir 市又怎樣看 有很多利好因素 首先PMI方面 都分析了 數字上 又不是太差 美股方面 也是 美聯儲 公佈了 議息結果 維持 量寬規模 不變 暫時的勢頭 怎樣分析呢 因為7月份 都過了 今天8月 第一個交易日 如何預視 未來的走勢 暫時來說 很難看 雖然指數進一步向上 穩高位 由19,426點的上升 暫時的 所謂反彈的幅度 已經擴復到2726點 因為今天日中的高位 曾經見過22,152點 首先說一個數 給大家聽聽 由5月20日的高位 當時是23,512點 跌到6月25日的低位 這個低位是19,426點 這個跌浪跌了4,086點 反彈三分之一 是20,788 反彈二分之一 21,469 反彈三分之二 應該是22,150點 跟今天日中的高位 22,152點 其實同一個區隔 所差只不過是2點 問到市場到現在 8月份會怎樣行 其實8月份的形態不外乎 要不就整顧待變 要不就進一步向上穩高位 反過來來說當然是向下穩低位 好了 直到現在這分鐘 形態是屬於先行向上穩高位 因為承接近 昨天的升勢 今天日中的高位曾經見過22,152點 即是由19,426點 這個低位開始的反彈 是進一步向上擴復 累積的反彈幅度有2,726點 但是 再看看就是 如果你這樣升 8月份分分鐘是進一步向上推 不敢說不會 但是 成交金額就不配合了 如果你說市要 21路進一步向上推 是一種扮板聲來的感覺 可能到700億 750億 甚至780到800億的資金 動力足夠的 過市升起上來就一定有氣氛 而且受到刺激感 但是現在這分鐘 沒有 過去一個星期 每天成交金額 平均只有400多億 在這樣的動力之下 大市要爆發新升浪 我覺得可能性是很低很低 從來都是 升市一定要成交金額 沒有成交金額支持的升市 不可能 維持得太久 只是說 經過7月份的上升 8月初旬有少少延續性 這是問題 如果8月份在初旬的時間 先行搶上去的話 那就要看看成交金額 如果成交金額也不足夠 升勢就不能夠配合 不能夠配合的話 到月中之前可能已經有反復 任何反復 自必然就是回落 所以我自己覺得 錯失了早前 2萬點左右水平去追入的話 現在這分鐘寧願持營保貸 簡單來說 287、288、289、300元 你沒有買到700騰訊 來到現在360元 你真是高追 一追一跌的話 一追回來 一跌就跌 你都不能怪他 因為已經升了 差不多100元的股份 你早不買持營買 你只要摸著高位來買 有甚麼辦法 不承擔回套風險 總而言 港股8月份 暫時出現一個 技術上先行找高位形態 但以現在的成交金額 逐步向上找高位形態 不可能拉得太長 最終都會受到規限 至於會跌多少 就下回分解 我總是覺得 如果指數 在22,000多 摸了反彈高位之後 有機會下回 206、207 亦都不為過 但比較尷尬的地方 目前 包括10、20、50、100和250邊線 全部在現指下面 幾百點的波幅裏面 如果你的市場不用跌88點 你甚麼移動線都跌穿了 但是移動線的 跌穿或者失手 只不過代表市的波幅 我覺得沒有太大問題 謝謝郭Sir 我們立即跟進 一種南銹股收市的情況 回控 今天升9毫 收報88.05元 中二島升1毫半 中華銀行升1 公巷母星跌5.1 建行就要跌2 港交所升9毫 國壽升6 友邦升2 騰訊升5.65 升幅1.6 金沙中國母星跌 收報41.95 長實升過9 新地升6毫 舊倉升1 中海外跌5 環置地升5 中海油升1% 中石油升1毫 中石化升1 昆仁能源升1毫 中海神華母星跌 收報22.4 好物行指方面 上午來講 就升126點 本日收位22,010點 成交金額261億 掛企指數 升39點 收報9,690 期指日收報29,974點 升110點 低水嬸36點 成交量方面有34,000多張 謝謝郭Sir和我們的詳細分析 節目時間都差不多 最後都和你做個申報 說是顧非有沒有持有 沒有 謝謝郭Sir 休息一會 稍後1點鐘再跟大家見面 有事想問就可以打電話來 會在1點半左右再解答你的問題 稍後見